本週上映電影展現好萊塢崛起的女力精神 首先導演羅伯科恩在玩秘颶風中找來馬基·葛雷斯 飾演狂風暴雨下阻止世紀搶劫案的女英雄 馬基所有危險動作都親自上陣 靜夜精神十足 另外經典電影《古墓奇兵》 睽違15年後再度登上大螢幕 埃麗西亞維坎德飾演新一代羅拉 為找尋父親失蹤的原因踏上封閉島嶼找尋線索 她未信努力磨練心智和體能 已經成為好萊塢新生代的女搭載代表 好萊塢冒險電影《古墓奇兵》重返大螢幕 故事回到21歲的羅拉卡夫特 在父親離奇失蹤後漫無目的的生活 直到羅拉意外在父親的工作室 發現了一卷影片 父親告訴她惡魔海中央的小島上 有一個邪惡組織 企圖找出島上古墓中的秘密 並進行全球大屠殺 要羅拉全力阻止 羅拉踏上險境 展開首次冒險 憑藉堅定信心和傲人勇氣 超越極限 對抗惡勢力 好萊塢電影《玩命颶風》 導演羅伯克恩結合玩命關頭飆車特技 和氣象戰的災難元素 在創新巔峰 描述地表最強颶風即將來襲 此時警方正準備運送六億美元就鈔 等待銷毀 但一個智慧犯罪集團卻虎視眈眈 想借天時地利進行搶劫 財政部專員和氣象專家 兩人在暴風雨中 不僅要努力求存活 更要聯手阻止世紀大結案 日本電影《跟爺爺說再見》 被外界稱為是日本版的 花甲男孩轉大人 描述家中爺爺過世了 但一家人卻像冤家一樣 見了面就吵架 眼看著爺爺的告別式 就要變成一場鬧劇 他們是否能坦誠一對 化解心結 凝聚家庭力量 讓爺爺安心上路 直到結束後 我們要把家庭的幸福 一部電影除了影像外 最重要的就是配樂 紀錄片 電影配樂傳奇 細數好萊塢百年以來的 電影配樂發展 集結了漢斯季末 約翰威廉斯 以及湯瑪斯紐曼等配樂大師 唱談配樂幕後奧義 公開包括影替外星人 蝙蝠俠 神鬼奇航等多部經典電影的配樂 譜寫錄製過程 中央社總和報導 北非白犀牛全球僅存三頭 面臨滅絕危機 最近三頭白犀牛中的唯一雄性 也就是全球現存的唯一一頭雄性 北非白犀牛 蘇丹 傳出腿部感染復發 健康狀況恶化的壞消息 保育界無不忧心這個物種 將更加接近滅絕 根據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分級標準 北非白犀牛列為極為物種 即將滅絕的機率非常高 這三頭北非白犀牛 目前住在肯亞的保育園區 多年來透過自然和人工交配 都沒能成功孕育出下一代 隨著年老和老化 現在也已經無法自然交配 尋覓別的犀牛戒附身子 可能是避免滅絕的最後一線希望 原方去年就曾透過交友軟體 替蘇丹征婚 以籌措相關基金引發熱議 現在年迈的蘇丹健康狀況恶化 使得延續物種的任務更加急迫 然而實現的可能性 卻也更加渺茫 莊社綜合報導 中央社記者這一集 中央社記者 為了替美國政府華盛頓的採訪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佈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南韓國家安保市長 鄭義榮才剛結束北韓行程 敲定四月底舉行兩韓高峰會 又宣布重大消息 美國總統川普和北韓領導人 金正恩將在五月會面 中央總統統川普說 中央總統川普說 就在郑毅榮公布這項消息前 川普罕見踏進白宮記者室 預告南韓將會有重大宣告 川普隨後也推文表示 金正恩和南韓代表團談到非核話而非凍結 北韓也說這段期間不會試射洲際飛彈 這是取得重大進展 不過川普也表示 直到達成協議前 制裁不會停止 中國大陸外長王毅稍早也謹慎的 對相關突破表示歡迎 呼籲美國和北韓透過對話來接觸 寧可早做也不要晚做 過去一年來川普和金正恩相互標罵 升高朝鮮半島緊張情勢 如今兩人將會面 寫下史上第一次美國現任總統和北韓領導人會面 也意味著北韓非核話終於出現曙光 不過川普的幕僚小心翼翼看待 美國國務卿提勒森也認為 非核話談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菲律賓給人的印象總是陽光 沙灘與蔚藍海水 但來到碧瑶市卻能體會到清風清浮 雲霧瀰漫的涼爽風情 2017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為公益與民俗藝術領域的創意城市 碧瑶市政府日前舉辦盛大的慶祝活動 市長多默干表示歡迎台灣遊客的到來體驗山城風情 我們請託你去參與島某個優惠州最高的國家 除非核心狀的地方 最高的國家一般中市滑大部 地公主會決定是來自派方生理的地方 雲霍的偉業、化合成員工藝術和文化 所以我們會感充開心做訪招物 大家來參與Ya嶴 Hall 首次在島某個天橋的地方 碧瑶市因地理位置 躲过西班牙的殖民统治 得以完整保存原住民风俗 文化与公益 民众常批着传统监金上街 博物馆 主题园林立 多处可见原住民神奇雕像 1908年新建的避暑关顶万松宫 蒋中正曾在1949年 和当时的菲律宾总统纪里诺 在此会面商讨反共事宜 这个号称最靠近天堂之城的碧瑶市 平均气温摄氏15度到23度 雅热带高地气候 使得整座城市花团景簇 怂木茂密 因此博德非国 花城 松都 以及夏都等美城 中央设计的零行舰 碧瑶市报导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三高 冲击国人健康盛据 尤其是中老年族群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三高不仅是脑血管 心脏和肾脏等疾病的危险因子 也可能损害听力 引发突发性 耳聋等问题 关于三高的研究被认为 跟突发性重听 突龙关系很大 不管你是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压会让血管变得比较硬 高血脂跟高血糖都会让血管容易阻塞 所以循环不良 它就会有这个造成这个突龙 或是听力上障碍的一个变因 医师表示除了三高 像是民众熬夜 狂欢 K哥跑趴 密闭空间持续高分贝 音量轰炸也会造成听损 若已出现听损或先天性听障 医师建议应该定期检测 并且接受治疗 必要时可佩戴适合的助听器改善 因为电影练习曲 寸红的听损艺人画家东明相 则以自身经验 呼吁有听力障碍者 应该进行面对听损 勇敢活出自我 克服是没有办法克服 但是你还是会面对 小时候被同学霸凌 也是因为某一个原因 会造成大家的反感 造成大家会对我觉得怪怪的 所以你必须要去思考 如果说你不开口 那你远远没有办法知道 我说出来的那个语言 人家到底是听得懂 还是听不懂 为了倡导社会友善听障环境 公益团体特别和北市西区 辅聚中心合办国际爱尔日活动宣传 除了提供特定族群 免费租借助听器使用 也设有听力检测车 期盼唤起社会大众 对听力健康的重视 中央社记者徐立鹏 红黄军台北报道 南韩平常冬号落幕不久 平常9号紧接着举行 冬季帕拉林匹克运动会 今年共有49个国家 570位运动员参赛 是历年来规模最盛大的冬季帕运 而北韩也将派出运动员参赛 南韩高层认为 北韩的参与 有助缓和朝鲜半岛紧张情势 也希望以外交方式 解决北韩核子计划 引发的僵局 但外界人士认为 北韩参加帕运 只是为了翻转外界 对北韩的印象 更多相关消息 也请您持续锁定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亦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